江南造船厂的文宣上啊 它就曝光了我们中国新型航母的方案 这个新航母弦号是20 它有明显的核动力的特征 看来啊我们中国核动力航母 它已经在路上了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最近江南造船厂公众号上呢 就推出了在一篇文章啊 它配了一张图 这图呢是西基图 但是做的还是挺好的这种西基 做的算是比较这个完美吧 它上面就出现了咱们的20号航空母舰的 这么一张摄像图 整体上来看呢 它跟福建舰也差不太多啊 有三条电子弹射器啊 和福建舰比较这个相似 但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舰桥 从这个摄像图啊 看这个舰桥啊 它要比福建舰现在的舰桥 至少小了三分之一 而且靠后 而且你看不到舰桥上 有那种进气霜和排气霜 就是那些东西 你就看不到了 这个呢大家就分析 这个非常符合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这个特征 要说起来这种可能性 真的也非常大 而且不光是江南造船厂啊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 咱们著名的利奥宁省啊 这个达利安船厂啊 这是最近网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段子啊 达利安达利安嘛 就是大连船厂吧 咱们这个大连船厂也推出过关于下一代航母一种构思 那这就不是图栏来的更直接 推出过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有意思的是和现在我们看到江南船厂这张袭击图 也是非常接近 而且弦号也是20号 那看样子这两边是不是还要在这边争一争业务啊 将来这20号开舰的时候 先把这大业务拿到手啊 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确实预示着我们的核动力航母 可能已经相对比较成熟 马上就要走在路上了 通过这件事呢 我们不妨看几个点啊 第一个呢就是你看这种图 再包括我们这个大连船厂出来的这模型啊 这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吗 这个某种程度上 它不就是自己的一个宣传吗 一个袭击图吗 一种设想图吗 你做一个模型虽然更直观 它也是一设想的吧 那这个东西你还真不能把它当真是吧 不过呢 从我们以往的一系列的做法 包括我们的军舰呢 我们的船舶 甚至包括我们的飞机什么的 这最早我们都是先看到各种图 然后看到某个模型 然后看着看着看着 最后它还真的就变成真的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哈 这需求啊 真实性可能还真的是慢高的 而且关键来说 我们要看从需求上来说 这种可能性也挺大的 这就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点来了 就是从需求上来说 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呢 包括专业人士也对比了 这种核动力航母和普通动力的航母之间的优劣啊 就是美国它为什么要用这个核动力航母 不同国家有不同需求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追求核动力航母 当然很多的比较方便 比较这些事情也各自都有道理的 不过呢 它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核动力航母啊 航程比较大 续航能力比较强 中约的维护不需要那么频繁 起码不需要大量的补给这种燃料嘛 这个呢 倒还真的适合于去保护我们中国的全球的利益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还真的需要啊 这个核动力的航母 而且呢 我们如果发展核动力的航母呢 对我们船用的核动力技术 那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和带动作用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还是需要核动力航母的 那么要多久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它变成现实呢 那大家不就开玩笑说吗 你看现在这个江南厂和大连厂都开始抢定单了 说明就会很快了 应该说现在啊 外部的形势非常的急迫 应该说我们这方面的进度是会加快的 不过呢 我们要注意啊 他这个现在我们说他是20号 将来是不是20号 我们不知道 那就算是吧 你中间还加着一个19号呢 因此呢 这中间还需要相当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啊 就是核动力航母 我们未来是要搞的 而且呢 在加快速度 现在很可能已经进入到了工程转化和工程准备的阶段 要做什么呢 这是我们说怎么办呢 我们想做什么呢 然后再说 我们去看看